虽然刽子手现在是用来形容人残忍、作恶多端 但他最开始指的是一种处决犯人的职业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人物 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刽子手 他曾经不听师父劝告砍下了300人的手机 最终导致自己晚年孤苦无依下场凄惨 他是谁又为什么会因为不听师父劝告晚年下场凄惨呢 在开始正题之前 希望大家看完觉得不错 记得关注我 以便看到更多精彩的内容 这个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刽子手就是邓海山 他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贫苦家庭 当时国家还在清朝的统治之下 处决犯人都是砍下手机 所以当时基本上每个地方的官府都会配备了刽子手 但是刽子手经常要取人性命 和此人打交道 一般人都不愿意干 有的时候官府还需要直接点名 强制让人来认知刽子手 即便后来到了清朝 登记在刑部御押司管理处的刽子手也并不多 但是邓海山却顾不那么多 他长大之后时局越发的动荡 到处都是战乱 为了混口饭吃 他兴起了当刽子手的念头 因为刽子手太过损音丧德 官府给的工资比较高 刽子手这个职业虽然不受欢迎 但是也不是想学就学的 毕竟物以稀为贵 一般年纪越大 资历越长的刽子手越吃香 会被手下的小喽啰尊称为姥姥 学当然就要跟手艺最好的学 邓海山的目标 就是当时湖广行省的姥姥 一个名叫童少奇的刽子手 为了进水楼台先得月 邓海山花光了身上所有的积蓄 托关系在湖广行省衙门内 谋了个牙役的职务 由于经常需要押送死刑犯去刑场 一来二去 邓海山如愿以偿地和童少奇搭上了关系 但这还不够 头脑灵活的邓海山 还会时不时带着酒找童少奇喝两杯 啦啦家常说说心里话 童少奇因为做刽子手的原因 朋友并不多 久而久之 就把邓海山当成了自己的忘年娇 知道邓海山有当刽子手的想法后 毫不犹豫地就把他收作了关门弟子 邓海山正是成为童少奇的徒弟 开始学手艺的时候 才发现 原来刽子手这个古老的行业 经过时间的积累 里面的各种讲究非常多 并不是那么容易学的 一个好的刽子手 要做到干脆利落的一刀切 也就是手起 刀落 头掉 一气呵成 让犯人少受痛苦的同时 也避免乱砍造成场面过于血腥 为了能做到这种地步 邓海山每天天不亮 就起来挥刀锻炼臂力 当时 刽子手为了完整地砍下犯人的头 行刑用的是轨刀 都非常的重 每点臂力是举不起来的 更何况 刽子手不仅仅只是需要举得起刀 还要求刀挥出去角度 是最适合砍下犯人头的 拥有足够的臂力后 邓海山在同少奇的指导下 开始练习砍冬瓜 冬瓜扔到空中 邓海山必须按照同少奇不同的要求 从各种刁钻的角度 将冬瓜沿着他画的线 整齐地砍成大小不一的两半 虽然在砍了数百个冬瓜之后 邓海山就已经能完成 同少奇的所有要求了 但邓海山却还是不能上新场 毕竟 冬瓜是死物 人是活物 砍起来差距还是很大的 也需要足够的胆量 才能毫不手软地 取下自己同类的性命 为了能更接近那种感觉 邓海山又开始走劫串向的帮人杀猪 因为邓海山分文不收 找他杀猪的人非常多 很快 邓海山就麻木了 在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的时候 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这个时候 邓海山才算正式出师 在刽子手行业中 流传下来的一直有这样一个说法 刀杀过百 便是大凶 所以 在邓海山第一次上刑场之前 师傅童少奇特意把他叫到身边 语重心长地叮嘱他 在砍99个头之后就要及时收手 少造一些杀猎 为自己和以后的家人多少积下点应得 可邓海山却不以为意 杀99个也是杀 杀100个也是杀 也没差多少 于是 邓海山认为同少奇 这是在迷信 并没有当回事 不过 虽然邓海山心里是这么想 但是出入职场 以后还要仰仗同少奇 所以 还是满口答应了 邓海山当时的工资 是按人头计算 砍一个头就是四两银子 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半年的开支 由于邓海山的技术好 不仅能让犯人少受苦 怡荣安详 还能让犯人头被砍后 身上少见血 所以 很多犯人的家属 都用钱财收买邓海山 希望他出面帮忙行行 也正因为这样 邓海山在赚得盆满不满的同时 没过几年 就已经砍满了99个人头 但邓海山却不想就此收手 他是穷苦出身 在做刽子手之前 吃尽了苦头 通过刽子手挣到钱之后 就像被解除封印一样 开始报复性消费 吃喝嫖赌也变得样样精通 突然要由身入减 他根本就接受不了 所以 邓海山将师父同少姬的叮嘱 远远地抛在了脑后 继续在刑场收割人头 直到清朝灭亡后不久 新政府颁布了 惩治盗匪法 规定处决死刑犯 开始用枪毙 邓海山这才正式结束了 刽子手的生涯 不过此时的他 前前后后 已经砍下了300人的手机 不能做刽子手了 邓海山不得不重新找工作 但是 人家只要一听说 他以前是做刽子手的 就马上把他打发走了 生怕邓海山的晦气 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意 而且清朝时 很多刑场都是设在市集之中 所以 很多人都认识邓海山 这个常在刑场出现的老面孔 他想隐瞒自己的身份都不行 此外 邓海山还娶不到媳妇 就算他啃出丰厚的彩礼钱 也没有愿意嫁给他这个 专门捞阴门钱 有损阴德的人 如果被牵连了 那就得不偿失了 邓海山虽然找不到工作 但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 却一时改不掉 所以 很快就败光了积蓄 只能四处乞讨为生 晚年 无儿无女的邓海山 找到一家寺庙 想要出家赎罪 但是 由于他杀生太多 被拒绝了 最终 1925年的时候 孤独终老的邓海山 在一个破庙中凄凉的死去 俗话说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老一辈经过的事 和走过的路都要更多 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也要更为深刻 所以 那些口耳相传的智慧 还是有很多 值得我们学习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了 大家看着我 这么辛苦的份上 记得转发评论 加点赞 我会用心的去看 大家的意见 最后 谢谢观看 敬请期待 感谢观看